本周旅逊关键词一组数据 世界旅游组织最近发布的世界旅游情愚表显示 2022年前六个月 国际旅游需求显示出上升迹象 国际旅游行业恢复乐观情绪 世界旅游组织预计2022年国际游客人数将会恢复到 2019年水平的55%至70% 相当于比2021年提高了90%到140% 而国际航鞋的最近数据显示 5月份全球航空客运总需求同比增长83.1% 2022年5月份国际客运量已经恢复到 2019年5月份的64.1% 随着本半球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 航空旅行复苏加速 各大机场也逐渐繁忙起来 例如新加坡张仪机场5月份客运量增值247万人次 达到了去年同期的14倍 韩国6月份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突破百万 达到128万人次 环比大增36% 全球国际机票预订量也有大幅增长 例如西班牙夏季国际机票预订量 恢复到2019年90%的水平 从机票预订量来看 英国和德国是最大的科源国 相比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%和22%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Mol的 我们下期再见 市яли 我们 Hm 我是